歡迎再度回來越野世界 那朱翼降臨的部分 還有剩下兩種屬性以上跟全隊只有神主的部分的成就 我們這次當然用代表性的超人 超人 超人來超他一下 不然怎麼叫超人 然後裡面我覺得比較需要帶一定要這一隻啦 不然在王冠的部分 排珠上恐怕會有一點點 一點點小小的為難 超人可能就沒有像那個卡托那麼的神術 不管說在 攻擊或者是說在那個 稍微疊住一下我們不能手消火柱 所以疊一下 好 稍微都拉直牌 我覺得拉直牌剛好可以增加點攻擊力 吃點劍也好你知道嗎 第一關沒什麼太大問題 第二關的部分也是稍微的那個 靠著手轉的部分 來通關 然後注意到 他要打你的時候最好是 要消到那個 新珠或者是暗珠 來去減傷才不會被他給KO 然後水珠起手就可以去回血 然後水珠起手就可以去回血 好也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火珠起手的話可以增加點攻擊力 水珠 可惡 好 沒關係 水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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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裡的水珠要說掉 掉掉掉掉掉掉掉 掉多一點二 掉多一點二 沒關係 看一下 利羅技衣 來幫我們多消消滾珠的部分 然後這裡的話呢 看起來 有點不太行 我怎麼血轉不過去 就開一下龍客 我帶的是九瘋王的龍客 我們稍微拖一點CD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讓他多掉一點水珠下來 這個龍客比較不好控制說真的 好這樣的水珠其實也還算不錯 我覺得還可以 好 剩三顆了 好沒問題 我們可以順利的通關 火珠起手 火珠起手 然後吃把劍 火珠起手 我最好這樣子 吃把劍 如果來到這裡還是沒有 水珠還是不夠多的話 如果來到這裡還是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迪迦來去增加點水珠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建議就先開迪迦的技衣 那新珠起手 拉回來 拉到火珠的時候 跳過來這裡 然後再這樣子過來 好好像不太給力 也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只要消到大量的水珠即可 欸那個光珠即可 這也是不可以手消光珠的 那我們就 透過 手轉方式 好這樣子 這樣子好了 好 通關 來到第四關 第四關是六COMBO的話 然後 這裡看一下那個 那個這叫什麼 有點忘記了 喔不 然後火珠起手 沒有火珠也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 七COMBO就好 這樣有八COMBO 所以通關是沒有問題 記住了來到下一關 我們再來消狀態 不要在這裡就消狀態 等一下又要被 減攻 然後這裡就可以消狀態 開這個 消狀態 然後我們就 一樣火珠起手 好 沒什麼承念了 火珠起手 沒什麼承念 這裡的話呢 我想一下喔 好 這個是要消掉新珠 然後不能消火珠 然後不能消火珠 那我們就開下超人好了 第一家然後開這個 不能消火珠嘛 我們要消新珠 所以就 拉起來 來 好這樣子 然後來到這一關的話 他是 這裡 開一下 那個 利羅技術跟技術 好 然後再開一下這個 增加COMBO數 這裡非常重要 就請你開這個 這個移動的 然後把 把那個 這個可以連同外面嘛 所以只要把 牌珠方式把強化珠移過去就好了 非常簡單 不要怕手殘 好 再開一下那個 所以應該是過啦 我們還是開一下那個 龍克好了 增傷 求保險好不好 我這麼手殘都能過了 相信你一定能可以過 好 好 以上是超人隊 然後解 全神 以及 兩種屬性以上的成就 那三種成就都已經解完了 影片就到此結束 感謝大家 掰掰 掰掰